美国最近从多个方面加强了对伊朗的围堵,除此混一和协议,并恢复对伊经济制裁外,美国海军亦多次抵达波斯湾外海,以有效震慑伊朗当局,随着局势恶化,美军第五舰队甚至直接掩护一艘航母船进入伊朗附近海域。 而这不得不令人联想到几个月以前的叙利亚化物事件,美国海军,此后,美国更是伊朗利用大使馆策划恐怖袭击为由。 大家都知道,前段时间,美国国务院曾要求各国限期停止从伊朗进口石油,一大批美国财政部官员开始前往亚欧各国展开游说工作,伊朗的处境变得愈发艰难。 伊朗海军,伊朗总统鲁哈尼随后宣布,如果美国一意孤行,并不断阻止该国正常的石油出口贸易的话,伊朗将会封锁霍尔木兹海峡。 如此这般,全球的石油贸易都会受到影响。 值得一提的是,伊斯兰革命卫队司令官不久便对外公开发表称,伊朗军方将坚决执行总统的命令。 伊朗导弹艇,尽管伊朗一直都非常强硬,但该国目前受到了美国的强力压制。 外界甚至以为,陆哈尼的表态只不过是花架子而已。 如今看来,事实却不是这样。 据媒体报道,伊朗舰队近日突然宣布,他们即将在波斯湾举行大规模海上实弹演习。 所有船只远离伊朗海军的任务区,伊朗此举无疑是在向国际社会表态。 既然伊朗食欲又无法出口,其他国家也应该终止交易。 实弹射击与此同时,美军情报人员声称,大批伊朗快艇日前频繁在波斯湾里带游异。 他们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干扫附近区域的石油贸易。 不过,伊朗军方的表态却更加强硬,伊朗国防不直言。 这些快艇的主要任务是为了驱离美军。 如果美军战舰赖着不走的话,这些小艇将会对美军进行武力驱逐。 伊斯兰革命卫队,众所周知,伊朗海军的整体实力无法与美军相比。 但这些轻型炮艇、导弹艇却是伊朗军方的杀手锏。 一旦他们向美军战舰发起饱和攻击,后者还真是不得不谨慎对待。 尽管伊朗军方的表态威慑意味浓厚,但谁又能保证不会擦枪走火呢? 大家拭目以待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